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我们国家被日本这个小岛国给占领了一大半 但是即使在这种劣势下 我们国家还是有几个省份成功地抵抗住了日本的进攻 守住了一方土地 日本用野蛮思想和借口入侵我们时 我们国家已经因为之前的战争饱受折磨 但是很多人还是奋起反抗 其中不缺少那些已经掌握了军队的将军们 但是那时候科技已经显露出它的重要位置了 我们却无人掌握 别人有的专业武器我们统统都没有 只能靠着蛮劲和仙人赋予我们的小智慧 结果可想而知 不过有几个省也拼尽了自己的权力去守住我们的家园 并且还守住了 不得不说也是我们的骄傲 也是要感谢他们保卫住了一方土地 激励了更多人勇敢地站起来 第一个地方就是西藏 相信这个地方大家都不陌生了 我们国内的游客去了都有严重的高原反应 别说是经常在海上的日本兵了 这独特的地理优势帮了他们很多 其次就是四川省了 川军一直以来都是比较有名的 可能因为爱吃辣 所以性格也比较火爆 打仗起来也是相当的有激情 即使当时的设备不够好 但仍然打退了有着武器加持的日军 还有一个就是陕西 这个地方我们都知道 民风是相当淳朴的 虽然平常都是相安无事的各自生活者 所以在面对敌人入侵的时候 他们也是非常团结的 正是因为这股劲儿 所以日本也没有能攻下这个地方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下期我们不见不散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体